大家好,欢迎来到南苑说的命理频道 可以订阅频道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南苑说,查看更多内容 2022年11月7日就将进入立冬时节 接下来我们通过不同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辛亥月的运势情况 月干辛金生年干人水 年干人水生年之银木 月干辛金生月之亥水 月之亥水生年之银木 从紫微斗数的角度来分析 2022年运逢人银 天娘画路 紫微画权 左腐画科 无曲画迹 天娘画路 代表自失慎 最忌讳急功尽力 只要保持平常心 不问收获 先努力耕耘 注重的是过程能学到什么 远比结果能得到什么 还来的重要 同时 天娘又是因心 无私奉献 避应他人 自己也将受人避应 越不为结果换得换失 越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紫微画权 代表自失权 成功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 而不是为了作为作福 单于意乐 若是一招权在手 便把令来行 就会失去人心 今年是耕耘之年 不要急于求成 若是求胜心切 想要避其功于一亿 反而因小事大 左腐画科 代表自是府 当今之事 非但君则臣 臣义则君 聪明人会选择好老板来跟随 想成功者也要选好团队来辅佐 因此刘备三顾茅庐 深信得人 而孔明守时待命 乃于明君 君臣愈合 如于得水 无曲画迹 代表自是傲 今年最怕急功近利 贪多物得 人成功了就会狂妄 因狂妄而固执 因固执而愚蠢 听不进去念耳中言 得意忘形 一意孤行 交兵必败 或在眼前 必须要能多方听取意见 茶奈雅言 灵活变通才能避祸 否则轻则破财消灾 重则官非缠身 多年耕耘毁于一旦 再来后悔也来不及了 插播一下 不知道自己八字 日主身强还是身弱的小伙伴 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 或者油管账号 男愿说 然后发关注截图 到我们的后台私信 我们会联系您 给您免费查看 日主身强身弱 接下来从十天干的角度 来分析辛亥月的运势情况 深墙假目在事业方面 事业陷入缓慢不前的状态 同时 生活或者工作的激情慢慢退去 情绪逐渐变得有点低落 一旦闲下来就思绪万千 喜欢沉思 特别在深夜 想多了容易失眠 在工作或者生活方面 思想固执一些 坚持自己的观点或者做法 丝毫不愿意妥协 甚至因此还会与他人发生冲突 闹得大家都不开心 进入一种忧愁 多愁善感的状态 心情会低落很多 面临给你找麻烦的人 自己只能默默承受 感觉生活失去了乐趣 喜欢逃避 学业方面 不佳 担心的是偏事发生 经济方面 不佳 也没心情 感情方面 桃花的质量都无法令人满意 异性的各种条件 也达不到自己的期望值 怎么也提不起兴趣来 健康方面 睡眠质量不高 始终处于疲倦状态 总感觉莫名其妙地睡不醒 身弱假目在事业方面 信心满满 将要启动一个崭新的开始 不知道是压力减轻了 还是自己的承受能力变强了 自我感觉会轻松一些 不会那么愁苦了 总喜欢给你找茬的人 或者老板也开始逐渐远离你了 让你感到负担减轻了 变得自在了许多 性格成熟稳重 能更加坦然地面对一切压力与困难 坚定且自信的 容易收获身边人的帮助和知识 或者说再增强学习 夯实自己的业务能力 因为有学识傍身 自己的自信心更足了 做事情更有底气了 也是长辈或者领导运很不错的时候 容易收获长辈或者领导的认可 和支持学业方面 逐渐好转 一切都在向好 经济方面 稳定 不再惶恐了感情方面 桃花质量还是不错的 容易遇到温柔体贴的类型 会变得成熟很多 对待婚恋有了更加理智的想法 更喜欢成熟稳重的异性 健康方面 心情与健康都在好转 变得乐观了许多 阴云逐渐散去 对于深墙的荧幕 如果圆局水不多 桃花非常棒 算是事业爱情双丰收的一个月 如果有好机会出现一定要抓住哦 如果圆局水多阴旺 则仅是平平 情绪不太高 做事的动力不足 桃花也会出现 但质量是否高 那就要看运气了 水旺的时候 变得比较敏感 探待事情比较悲观 深入乙目月干和年干人水 杀印相生 可以给乙目带来能量助力 但是圆局土经旺的小伙伴们 容易感到压力大 繁忙 过得依然艰难 只能苦苦地支撑 做事非常谨慎而且小心 生怕被老板或者客户挑毛病 希望能平安度过此月 健康不佳 要预防磕碰 感情方面 桃花旺 但质量一般都不高 单身女需要冷静观察一下 深情款款的未见得都是正缘 海王也是 可能给你提供了很高的情绪价值 对你呵护有加 但切莫上头 要看清楚他是否是一个真正愿意为你负责到底的男人 我这个月对深强的炳火小伙伴特别友善 不论是上班的还是上学的 会感到做事情很顺利 而且会更严格地约束自己 这个月做投资创业的炳火 财运会很好 感情运稳定一般 而深弱的炳火 这个月会很辛苦 体现在家庭容易有矛盾 有金钱上的烦恼和争执 为钱烦恼 借出的钱很难要回来 诸事不顺 开销加大 透支无度 独立男女命感情婚姻 还要时刻提防意外事件发生 深强的丁火 工作方面的成果逐渐显现 是一个逐渐迈向收获的月份 事业顺风顺水 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完成工作目标 取得事业的阶段性的成功 感情上桃花质量高 已经脱单的男女 感情会稳定发展 关系愈发的甜蜜与融洽 女生是很恋爱脑的 什么工作不工作的 就想黏着男朋友 单身男 会遇到喜欢的女生 要大胆地追求 成功的概率很高 深弱的丁火 忙碌 压力大 感到极其疲倦 身体健康不佳 感情方面 桃花质量不高 需要把精力放在事业方面 本月事业脑比恋爱脑靠谱多了 至于深墙的雾土 事物繁忙 日程安排得满满的 但财运不错 事业也有成绩 成果或者订单容易落地 经营生意 销售或者副业的新想法 会付诸实践 并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比较容易发现一些 有趣的人事物 心情还算愉悦 当然也利于得财 虽然忙碌奔波一些 但最终事业方面能得到提升 感情方面 内心思维细腻 多情 遇到喜欢的人 经不住主动表白 希望做一个敢爱敢恨的青年 深弱的雾土 忙碌异常 因为繁忙 因此情绪烦躁 容易发火 不利学业 无心学习 喜欢玩乐与享受 遇到事情 喜欢表达自己的看法 说话之前需要深思熟虑 避免与他人产生冲突 感情方面 即使遇到桃花 质量一般不高 对深强挤土而言 日子是过得充实的 虽然忙碌 但财运家 事业有成绩或者成果落地 技术或者记忆可以进一步得到提升 话虽然不多 也不善于表现 但会通过实干出成绩 优秀的结果大家有目共睹 得到领导合同是认可 升职加薪 情感上来说 这个月有利于破冰 可能此前一直压抑住自己内心的情感 对于情感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 这个月情感上是有松动之向的 可能会答应别人的邀约 自己也容易有心动的时刻 身弱急吐异常忙碌 被人催着干活 疲惫不堪 急于求成 情绪不稳定 容易与人发生争吵 压力山大 容易焦虑 加班 增加工作 月底考核 节前检查等等 非常多的事情一股脑全堆过来 想哭 感情方面 单身的女生会因为工作繁忙 导致身心疲惫 始终为生活而奔波忙碌 疲惫不堪 缺乏开始一段新面情的闲暇时间 同时也较难遇到真心实意的男生 遇到的每个都是动机不纯 各个心怀鬼胎 因此脱单的概率不高 然而身强更近这个月属于好坏参半的运势 工作学业上有压力 有增进 容易有自暴自弃的情绪出现 但是如果坚持有毅力 反而会有好的机会和贵人出现 经济方面 花费大 特别想挥霍 要注意理性消费 避免过度消费 单身男更近本月有遇到桃花的机会 对于若身更近日主的小伙伴而言 整体运势平平 情绪起伏大 非常多的事情需要处理 切莫急躁 需要稳扎稳打 运势不好的时候 学会躺平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更近命生年 甘人时泄若身 月甘心结辅助更近命 本该有力诸事 但是心结月升福人十年泄若身 会让诸事不顺 就伸强心金来说 本月是积极进取的一个月 能量满满 辛苦付出有回报 工作或者做生意 都有一个好的成绩单 学生党虽然忙碌 熬夜学习 也会有不错的成绩出现 本月是利于工作减少恋爱脑的月份 身弱心经命运是平平 敏感 容易悲观 付出了很多 但是容易不被周围人认可 会很沮丧 身体方面容易有肠胃问题和感冒的问题 单身心经容易遇到烂桃花出现 深墙的人水 情绪低落 态度倾向悲观 敏感 固执 喜欢均持自己的想法 面临竞争 工作或者感情动荡 经济方面不佳 健康方面 偏寒 容易感冒或者着凉 感情方面 比较自我 更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 不想被束缚 因此脱单的意愿不高 已经脱单的小伙伴们 这个月心情会有些烦躁 要防止与自己的另一半吵架呀 深弱的人水 事业生活趋向顺利 过得舒服 易得贵人帮助 隶熟人或者贵人介绍工作或者桃花 力学业 感情方面 会有姻缘哦 不过是长辈 领导 前辈一位的人介绍的 相亲活动一般都比较传统 流程也大致相同 对象也经济适用 不一定会特别心动 但是有类似活动要多多参加 最后来看看深墙的鬼水 经济方面不理想 面临多种竞争 心态始终处于紧绷状态 情绪不高 容易陷入沉思 对一个事情反复地纠结 身体过寒 多注意保暖 容易肠胃不舒服或者感冒 感情方面 单身小伙伴们的异性缘不佳 少有人问津 有种孤独感 每天重复循规蹈矩的 做着相同的事情 容易吵架 生闷气 深弱的鬼水 事业状态越来越好 逐渐达到2022年的最好的状态 要抓住好时机 注意力集中 善于思考 喜欢学习 易于知识的不断积累 易得贵人的帮扶与照顾 感情方面 单身的小伙伴们 本月有机会结识不错的异性 已经脱单的小伙伴们 本月与伴侣之间是互帮互助 非常恩爱 好了 关于人阴年辛亥月的预示分析 就说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 收藏 订阅 感谢知识 我们下期见